秋彩 你要誰幫你洗澡? 你要二姐幫你洗哦 八姐 要大姐哦 意 Jan 好 好 原来就是你 原来就是你 你好 好 好累 好啊 月娟 我放冷水啊 烤水 好冷啊 一二三 好冷啊 可爱哦 超皮的 你还不相信以前超皮的 你觉得我们辛苦哦 对啊 擦擦 擦擦 擦块钱 屁股呢 屁股呢 给我啊 我要擦屁股 人家就很欢乐啊 就是有时候就会自己 所以互相就兄弟姐妹聚在一起 然後互相調侃說 以前怎樣多苦啊什麼的這樣 然後就會拿出來笑一笑 你再這麼苦你還是要過日子啊 明天還是會來 那你幹嘛要那麼傷心那麼難過 你以前怎樣 很可愛喔 這岳父老人 對 天啊 變很多 天啊 天啊 當時她就跟我拍我肩膀說 我要加油 這一直都撼動我 因為那時候媽媽倒下 然後她是會覺得我很辛苦 她每次過來的時候 她就會給我們一些勉勵 然後等於是她來幫我們充電吧 才有那個力量這樣 這個需要嗎 這個放什麼 我小時候真的 真的繳不出學費 老師把我們那個沒有繳學費跟中餐 就交到圖書館然後就 就會看到一些 跟我們差不多狀況的那個家庭的小孩 就坐在那邊你看我看 然後等中餐時間過 就感覺很可憐啊 因為沒得吃啊 這樣一些會 會窮怕 這樣 真的她 以後以後 我絕對不要窮這樣 她一直努力努力這樣 哇 沒有錢很可憐 連借都要借錢過火這樣 在這樣的家庭裡面生活 我們就不會去想說 要來怨說 為什麼我們家庭這樣子 我們反而是想說 那今天我們這樣家庭 我們今天這樣的生活品質 我們要如何去改善 要幫她修繩 這個是我們很早就想要做的事情 只是先牽扯到這個 產權的問題 這部分沒有辦法釐清 然後本來我們是想說 即使沒有辦法釐清 我們也願意協助 爸爸就說不要 他說 然後事故說 你確定錯過 就沒有了 然後說不要 我們家我覺得還不錯啊 就OK啊 因為我們很習慣 我覺得我們自己有能力 就自己蓋起來 實際又把需要的錢 幫給真正需要的人 我們就是看著她背影長大 所以我們知道她的認為就是這樣子啊 陳先生這個是三個月的 然後那個竹筒的上次是六百六十六 在這邊 在她開始繳工得款的時候 我想她的經濟並不是太富裕 可是從她手裡面拿過 就是用福惠珍州莊的銅板 其實我覺得那份的心意 比什麼都還要厚重 我的心意啦 能做多少就多少 我會繳工得款 存錢筒 滿的話我都會給 你看都一本了 我已經繳五年了 雖然是小錢 那是我的心意 有困難的也要幫忙他們 我們能做的雖然是小 可是實際把它聚集起來 就是一筆錢可以幫就滿多的